请各位就增加一个就是布景主题的这个效果 这个布景主题呢主要就是原来是黑色的白黑白的背景 那其实看起来当然是不好看 所以我这边有做一个变更 假设我今天这些都可以变一个颜色 然后可以让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出现 反正就是把那个颜色 那当然这个颜色怎么去变更 至于搭配什么颜色都可以由你们自己决定 这些颜色因为我只是大概做一个颜色 不一定要长这样子 你可能觉得这颜色搭的不好看 那你可以自己再去选择 那首先的话要怎么样变更它的颜色 那我前面讲过就是说 在每个页面本身它都会有一个就是布景主题 布景主题的标签是在叫做DataSync 这个DataSync里面的话当然会有A到Z 不过实际上有颜色的只有五个 就是A到F 不A到E啦跟这一下 那如果说你要变更颜色的话 当然它就是像黑蓝银灰黄 如果你要变一个配颜色 我印象中你可以把这边改成E好了 改成E之后的话 当然它可以变更颜色 你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变颜色 但是它变来变去都是固定那些颜色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能够制定颜色的话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要如何变更颜色 那我刚刚的颜色是从这边调整的 那怎么调 首先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个网址 要不你们可以从刚刚讲的我的部落格里面 有一个叫PhoneGap的那个这个 这个PhoneGap的懒人包吧 你从PhoneGap的懒人包里面呢 进来之后会有一个第三个吧 这个这个地方第三个 让那个App更鲜艳 然后呢 打出一个字 我们改一下就好了 没那么严重 OK Sign Rover这个 OK 好那Sign Rover这个做不紧 那再来的话呢 点进去 这边有个网址连结 其实就是用它 这叫JQuery Mobile里面的一个Sign Rover 点击这个官网部分 那进来之后我要怎么变更 大概技巧不太无 第一个 特别注意 请记住几个重点 一 请注意 点进来之后呢 上方的版本 请你切换成最旧的版本 因为新旧的版本它不相容 我们现在用的是1.01的版本 所以请各位 第一个先把它的版本 先改为1.01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自己再按这个什么 GetRoring 这个把它改一下 然后颜色的话 那要怎么变更它的颜色 其实非常简单 请各位看一下 它是因为ABC 还可以更多 你还可以加D 加E 当然你如果有这么多 你看你需要几个布景 你就增加几个啦 但是理论上大概两个就够啦 A跟B 或者你可以做个C 将来可以做切换 那要做的方式非常简单 1.请你切换到A的地方 A的这个参数 然后呢 如果我要变个颜色啦 上面颜色 请你往下拖拉放开 然后往下拉放开 不过颜色怎么搭比较好啦 我想自己再去搭配啦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搭比较好看 反正就是水 你就是丢嘛 就是丢颜色就对了 那如果丢的颜色呢 如果你觉得这颜色不OK 旁边还可以微调 有没有发现 这边还可以微调 OK 然后还可以再调旁边 这边有个旋转圈圈 有没有 OK 反正怎么调 因为这个每个美感不太一样 那你 如果你想要调得更漂亮 另外的话 Boulder 这个Boulder指的是它边框 假如你要一个红色的边框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这个框框就出来了 然后还有其他的更多的 Head 这边有个什么 Head跟Foot的Bar 然后Body的部分可以调 然后Link的颜色可以调 字的颜色可以调 这些都通通可以调 非常多地方可以调啦 不过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大概做一个样子出来 你又想要调的话 这么多啦 所以你会发现 你做完一个A之后 记得哦 这个地方底下这么多地方 每个每个都可以调整 调整完之后呢 那如果你觉得一个版型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调整B B的话呢 比如说我这个叫咖啡色系的 那你可以再调一个咖啡色系的 类似像这样啦 至于怎么调比较好看 但每个美感经验不一样 OK 那细节一样B里面自己再去调整啦 OK 那我就做 那大概做个两三个 做完之后哦 特别注意哦 才是关键 重点哦 一连接进来 改这个 二 去切换到每个页面 每个页面里面呢 去调整它的颜色 调整好之后呢 接下来哦 才是关键的 一 二去调整 三的话记得哦 这边有个download 有没有 三 请你把这一个 布景主题的效果 把它怎么样 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呢 你要怎么样放到你的那个 PhoneGap 放在你的Dreamweaver网页里面 106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106APP好了 OK 那将来当然你如果名称更改的话 你可以改成其他的 不过记住了 还是不要用中文的名称就好了 OK 然后按download这个 download下来之后 它会帮你打包一个ZIP档 那我们其实只需要怎么样 把它解压缩出来 也许我这边按右键哦 解压缩 7-ZIP 解压缩字尺 或者是解到这个资料夹好了 解到这个资料夹 解到这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打开 各位可以发现哦 里面会有一个index 跟一个signment 请记住哦 我们只需要一个档案就可以了 就关键这个 就是106APP 有没有 点mini 点mini 点css 我们只需要它 请你把这个档案放在哪里呢 请你把这个档案复制一下 记得哦 贴到那个我们的哪里呢 贴到我们网站里面的JQuery Mobile 这个目楼里面 请你把它贴上 按右键哦 把它怎么样 把它贴上 OK 那如果没有贴上这个按钮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Ctrl-C也可以啦 Ctrl-V 把它贴上 Ctrl-V 贴上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哦 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106 有没有 APP.mini 点css 那最后一步哦 特别注意哦 我已经把这个加进来了 把这个档案加进来之后 如果说你要把那个效果套用上去的话 请记住哦 我这边开一个我之前的备份好了 原来是长这样子 是没有套用的情况 对不对 如果你要套用的话呢 非常简单哦 不过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请你看到哦 大概是在你的 这边有行号哦 请记住改这个 左边的地方 大概是在第几行呢 第六行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第六行的地方 请记得有没有 这边哦 诶 第六行的地方 它这边有一个JQuery Mobile 我把前面前面有没有 那这个是目录名称 这个是在这个目录里面呢 会需要有一个这个东西 它原来是用这个当成是它的Think名 那我如果要改成这个的话 特别需要 请你把什么呢 把这个名称哦 改为这个名称 反正比对一下嘛 有没有 所以把前面这些删掉 改为106APP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只要不要改错 应该就成功了 我们来把这个改一下哦 106 那改错会什么不见 呃 改错的话呢 基本上哦 应该是没有关系啦 但是好像这个效果 对等于是你原来本来应该有的颜色也不会出现 哦 我是没有改错过了 哦 我看一下 这样子 诶 出来了 对不对 哦 那如果说呢 你改错了 假设你打成106好了 我不知道 我没试过 因为我从来没打错过了 哦 哦 所以你一讲 你一问这个问题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了 哦 真的 好 打错的话会变这样子 OK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其实说真的 很多时候 可能因为我做事情都太谨慎了 所以常常都不知道说 犯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这个问题问得让我 给我上了一课 OK 开玩笑 开玩笑 就小心就好了 就是说只要没有做错就没有 OK 好 那这个地方特别主要 如果你打错了 打错就变这样子了 OK 所以你等一下看到这个 就应该知道你打错了 那怎么样呢 把这个改一下 改APP OK 特别主要 这个名称请记住 你只要把这个名称 跟这边的名称 所以特别注意 你展开来看一下 它一定是在Mobile JQ Mobile的资料夹里面 这个名称 跟这个名称是一样的 打上去 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再及时看一下 就出来了 那当然你会想说 老师那List View怎么没有效果呢 没关系 你就把那个List View 这边的名称 这边改一下什么呢 它一样选取它 会有个Data Sync Data Sync 这边有没有 一样把它改成A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套用 它就白色 如果你有套用的话呢 你把它改过 你会发现这个颜色 就套上去了 OK 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把最重要的几个点 跟各位讲 一 进到这个Sync Rower 改这个 改里面的东西 把它Download下来 Download下来里面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这个解压缩出来的 这一个档案 丢到哪里呢 丢到 跟着一下 应该是这个 有mini的 丢到我们根目里面就可以了 OK 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大概会有几个步骤 如果说有些细节 假如你来不及记的话 没关系 在我的部落格里面呢 那个Sync Rower的那一个 部落格纹里面 我有把需要的截图 帮各位把它截下来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几个步骤 就可以很快的把你的布景主题 变换一个颜色 那至于呢 你要做什么样的颜色搭配 其实这个是非常花时间的 但是你做出来的那个APP 哇 如果放在手机里面 真的是非常酷炫 因为之前有同学做过 马上颜色 光那个颜色就已经 让人家眼睛一亮了 所以假如以后你们 其实将来你们 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类似 像履历表的APP 也是之前有 有老师好像也有 类似出这样的作业 给同学去做 OK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修改那个布景主题 你可以做个两三个吧 那我是放在Fone Gap 有一个在我部落格里面的 那个Fone Gap 蓝人包里面的第三个 有一个利用那个Thin Roller的 这个部分去做 OK 试试看